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华盛顿总统只当了两届任期 就退位了立下一个美国政治良好的先例 让中国的自由派非常向往 那么这件事我发现很有意思 是一个历史的狗袋 观众频道网友们 大家好 我是梅山剑客陈平 知彼知己 胸怀天下 今天我们就来深入地分析一下 美国建国的第一任总统华盛顿 他的财产和奴隶的状况 来让大家和我们中国的老一代的革命家 他们的家世的情况比较 你就可以知道美国号称自由国家的建立 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新中国的建立 是完全两个不同的阶级和使命造成的 中国人这个小农经济的传统 完全想不出来进行土地投机的海盗民族 奴隶族进行大规模的商业化的贸易 和中国三十亩的一头牛 老婆孩子热炕投这种农民思想 小农思想 他们的市场行为会有多大的差别 到华盛顿的祖父的时候 那已经是在北美殖民地的定居的 在Virginia 我们讲到美国的立国 发动战争最重要的动力 实际上来自于南方的 叙奴的这些殖民地 其中Virginia州就出了四个总统 第一个当然就是华盛顿 他们都是靠土地投机起家的 华盛顿的祖父时代就拥有1500英亩的土地 有上百个狐狸 所以你就会发现 当年美国殖民者一个奴隶 平均要跟踪的土地 都有上百亩以上 那是远远超过中国的一个典型的家庭 30亩的一头牛 所以你就知道这个不是为了自给自足的经济 而是为了赚钱 所谓商品经济 是殖民主义发展的动力 亚当·斯密讲的 看不见的手只是一个工厂手工业 生产点小商品啊 完全不是一个概念 那么华盛顿只有11岁的时候 祖父就去世 华盛顿18岁的时候就已经用投机来的钱 买下了相当于14000亩的土地 所以华盛顿在18岁的时候就已经变成农场主和奴隶主了 他26岁的时候呢 又娶了一个比他大一岁的27岁的非常有钱的寡妇 这有钱的寡妇给他带来的财产呢 增加了这个6000英亩的土地 还有上百个奴隶 所以他的财产增加了36000亩 所以在这个华盛顿43岁的时候 每个独立战争还没有爆发 华盛顿就已经是大地主了财产接近4万亩的土地 最高峰的奴隶的时候呢 多到大概是300个人 他们家在他的庄园里面开party 宾客的规模多少人? 两千个人 大家想想看 这个华盛顿是韦伯所描写的 清教徒艰苦朴素的生活 只为上帝积累财富吗? No 这是书上宣传的 事实上是并非如此 所以大家知道 这一次黑命贵的运动里面 美国要搞文化革命 拉倒华盛顿的这个雕像来反奴隶制 有没有道理? 你查了历史 就发现是有道理的 因为华盛顿和他的太太在去世以后 30年才有孙子被执行了 祖父祖母的遗族 完成华盛顿许诺的诺言 释放他的奴隶 那么这个华盛顿参与美国革命 那个是什么时候呢? 是22岁 华盛顿自己没有受过良好的教育 也没有受过正规的军事训练 他的这个军事经验 实际上是在和印第安人打仗里面 获得实战的经验 然后呢 受命去成为美国大陆军队的指挥官 那美国独立战争打了8年半 实际上是我前面讲过是侥幸取胜 为什么呢? 单靠北美43个州的殖民地的力量 靠那些民团要和英国正规军打仗 实际上是很艰难的 那么真正帮助美国能够实行独立的 实际上是英国的敌人 也就是法国军队参战 法国还联合了西班牙 所以使得英国呢 在1783年不得不签订巴黎协定 承认了美国独立 但是承认美国独立的时候 现在大家都认为 华盛顿有非常高的道德 就自动的解除兵权 不想要保持指挥官的权利 好像他是非常现代观点 非常了不起的这个领袖 实际真相是什么样呢 实际真相是美国那个时候 独立了以后 根本就没有建立自己的税收系统 根本养不起一支联邦军队 连首都到底设在哪里 设在费城还是设在纽约 还是什么地方 都找不到一个落脚点 所以华盛顿是打完仗以后 为了解除经济的财政的压力 把军权就交出去了 实际上后来联邦军队也减散 华盛顿是回到自己的农场去以后 发现自己的农场 虽然土地面积很大 奴隶也不少 但是和今天美国一样 收入的现金流是负的 所以华盛顿忙了回去 打点自己的财产 包括把自己拥有的一部分奴隶 卖掉和租出去干嘛还债 所以规模经济的造成的财产的 经营的风险 从美国立国开始 从华盛顿他们自己的家庭开始 一直持续到现在 美国的金融危机是一脉相承的 大家不要抱有一个幻想 被西方的经济学忽悠了 以为你只要控制大片的资源 拥有大量的财富 比如说股票、债券 什么东西 你就能享受财富自由 还能遗传财产给子女 我告诉大家未必 因为你破产起来也非常容易 华盛顿到了家乡以后 发现家里的钱是亏本的 在那忙了打点 然后国会又开会了 就发现立国的元老发生分歧了 一派以北方马省为基地的 这些以律师、金融家为主的那些人 后来都团结在第一任的财政部长 哈密尔顿周围 就主张要有强有力的政府 一定要收税 建立联邦军队 建立国家银行发债 不然独立战争签的那些债 其实都是打的白条 根本就没有办法还 而且民间的有钱人 奴隶主也好 商人也好 有谁愿意借钱给政府呢? 没有人愿意借钱给政府 但是南方的那些农场主奴隶主 以后来的第一任的国务卿 也就是外交部长杰弗森为代表 主张小政府就是政府收的税越少越好 那么他们自己这些大农场主 当然交的税就越少越好 两派相持不下怎么办 只好把当年的大陆军队的指挥官 华盛顿招呼来 选他当第一任的总统 美国第一任总统 华盛顿留下一个故事 让中国的自由派非常想往 什么故事呢? 就是华盛顿总统 只当了两届任期 不想继续当 就退位了 立下一个美国政治良好的先例 所以很多人拿这个来说故事 说好像美国的政治体制 要比中国的帝制 尤其秦始皇要一事二事到万事 这个思想要先进得多 那么这件事呢 我发现呢 很有意思 是一个历史的偶然 因为现代的老百姓和知识分子 都会有一个误解 以为当这个总统 和他当国王 是一件很开心的事 又有权又有势 想要什么要什么就有什么 所以当了这个总统呢 都不愿意下 但事实上呢 这个历史是相反的 现在我们想的三权分立是为了限制政府 我现在读了美国宪法以后 这个历史才知道 美国立的宪法是为了加强政府 就讲这个美国独立战争 以后要立国 找不到人当总统 因为美国政府太穷了 当时四三州的联邦财政部 还没有财政部 就管收入的吧 整个全年的收入不到1000英镑 只有几百英镑 军队都养不起 所以呢 当年开始当总统 是一件非常恼火的事情 这一点我就很有体会 这一点我就很有体会 因为我当过一年 刘美经济学会长 那根本就没有钱的来源了 所以当会长呢 最大的事情就跟当年 这个武术一样去募款 你要去求人家有钱人出钱 华盛顿虽然自己很有钱 有三百个农历 几万亩 据说最高有十万亩的土地 但是你要来养政府机构还是不行的 所以它底下呢 两个最重要的得力助手 一个是哈密尔顿 后来就变成联邦党人 还有一个呢 就是杰弗森 后来就变成民主党人 那么这两派打得死去后来 华盛顿什么主张呢 他不表态 因为他有牙病 当时没有什么好的医生能够治 所以呢 很长时间牙齿掉光了 大概据说只剩一个牙 牙疼都不得了 所以他是非常不愿意讲话的 既是总统宣誓就职 他的演说也是美国立任总统里面最短的 原因为什么 就是牙疼 当第一任总统 华盛顿就发现日子非常难过 为什么呢 要钱没钱 要军队没军队 而且呢 在他第一任上 还发生了一个非常重大的事情 宾州的威士忌的叛乱 这个叛乱的程度 远远超过美国独立战争爆发的时候 我前面不是讲这个美国战争爆发的名义 就是说没有代表就不交税吗 所以英国要交税 发生抗税运动 然后引发了美国的茶叶走私集团 和这个奴隶组的农场组的集团的联盟 发生革命 结果等到革命成功 美国自己独立立国了 同样的问题也来了 拿什么钱来还战争债呢 所以当时的财政部的就建议了 要收税 收什么税 大家都明白 美国什么税容易收 就是威士忌酒 水产威士忌就是美国的宾州 也就是开大陆会议造反的 起草献发的美国革命的圣地 就是宾州 那宾州的农民生产粮食 粮食是做威士忌酒的主要原料 你要收威士忌税 来维持 当时还是一个不大的联邦政府 引起什么 我告诉他引起叛乱 引起叛乱 然后华盛顿当第一任总统 想要动用联邦军队去镇压 结果呢 因为这个税收系统没有健全 银行也没有健全 然后联邦军队根本没有作战能力 最后呢 这个华盛顿还是动用老办法 招什么呢 招私人军队 就是民团 来镇压这个叛乱的农民 镇压了抓了多人呢 抓了150个人 那比英国当时麻省造反抗税 才镇压了多人呢 才镇压了几个到十几个人 规模要大上十倍 所以美国这个独立战争的神话 说是要抵抗英国的不合理的 不合法的税收没有代表 我问大家 英国在香港殖民了一百多年 什么时候英国在香港的税收 有香港的民主的代表是没有 所以现在美国 英国 还有欧盟跳出来抗议 中国的这个香港通过国家安全法 我告你 我们这个中国的外交部的和主流媒体的这个 评论员应该查一查 美国独立的历史 足够可以修理这个港独台独 还有现在美国颜色革命 英国的外交部长 外交大臣和英国首相 欧盟的什么主席 他们说的全是双重标准 他们自己的历史 如果把他们接出来的话 他们说的这些理由是都不成立的 所以我今天给大家剪一个谜 什么谜呢 就是华盛顿 当了两任总统 不愿意再当了 后来立下了一个好的先例 使得美国的政权交替的话 相对来说 比这个发展中国家发生内战 要顺利一点 这确实是一个历史的优势 但是这个历史优势不是理性选择的结果 而是一个历史偶然的结果 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 是当时美国头两届政府里面的 美国的创始的国父 就引起了北方的以财团为代表的哈密尔顿财长 主张大政府强联邦军队大金融和南方主张小政府 但是要低税收来容忍农场主和奴隶主 大规模的西境向西扩张 这两条矛盾华盛顿处理不了 为什么呢 他自己害了牙病 而且也是不善于演说的 只有一颗牙对付他们的矛盾 实在抬上脑筋了 然后政府又没钱 然后家里的财务问题又很严重 所以他当了两届总统就卸人无当 然后并不是有深谋远虑的美德 然后要保证美国的政治 后来能够有序的转移 这是一个历史的偶然 但这个历史偶然里面 背后有他经济的逻辑 就是我讲的亚当斯密真正的贡献 也是我们代谢增长论最重要的发现 就是如果你只搞规模经济的话 一定会有殖民主义扩张提高生产效率 降低平均生产成本 但是大大的增加了营销的风险 会引发殖民主义大国之间的战争 一直到后来帝国主义的战争 然后所谓的产权理论 希望能够保持早先殖民者的传统的优势 财产的积累能够维持 但是在技术新陈代谢的冲击底下 在大国竞争新衰的根体底下 是不可能维持的 大伙这个道理今天听明白了 所以单单看美国首任总统 乔治华盛顿的故事就会明白 美国立国的历史和英国殖民扩张的历史 再早先从希腊海道到北欧海道到荷兰和西班牙的扩张历史 一脉相承 这个历史到今天我们看到会发生前所未有的危机 然后是否能够重新换发中华文明的历史 使大一治水解决大和文明基础上的多数小农的长远的生计 做到安居乐业 这和西方追求财富权利奢侈消费 耗费资源是完全两种不同的文明的生活方式 那么今天我们有机会重新见证西方文明和中华文明的竞争 未来向何处去 好 知己知己 胸怀天下 我们下回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杨栄梦 杨树文明和中华文明 字幕志愿者 杨栄梦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